第十月 乌軍精銳部隊第三突擊旅士氣高漲 從巴赫姆特到哈爾科夫 隨時隨地都展開戰鬥模式 與二軍近身槍戰 在樹林裡掩蔽攻防 但問題是 不是每次進攻都能有所斬獲 攻擊位置曝光 只能挨轟死守被動反擊 俄羅斯還在蘇梅地區 用無人機炸毀烏軍裝甲車 基輔更是一整天都空襲警報大作 大半夜就不得安寧 天亮後更是處處看到 俄羅斯的攻擊突破防空網入侵 這些都是為了報復烏克蘭 進攻俄羅斯境內庫斯克地區 烏克蘭出動熱騰騰 剛到手的F-16戰機來對抗 問題是烏克蘭總統 責任司機才剛證實接收不到一個月的F-16投入實戰 但馬上就有更不幸的消息傳出 烏克蘭已經摔掉一架F-16精英飛官殉職 烏克蘭國防部證實戰機是在接近下一個目標時突然間就失去通訊 稍後才知道是已經墜毀 而當時駕駛這架F-16的飛官 還是烏克蘭空軍裡的靈魂人物 代號Moonfish的飛行員 代表烏克蘭到丹麥受訓 Moonfish是第一批獲選受訓飛F-16的精兵 今年二月都還受訪坦言最難適應的就是F-16的電子系統 但是他依然順利通過集訓 事實上畫面上這兩位飛官 左邊代號Juice右邊代號Moonfish 都是曾經到美國親自由說 希望歐美放行提供F-16的人 但是Juice在受訓時就因為訓練機對撞身亡 現在Moonfish是在攔截俄羅斯巡弋飛彈過程中墜毀殉職 都會另外一屆質疑烏克蘭催促取得F-16 是否真的對戰力有幫助 如果你把飛機放在硬體訓練 進入歐洲最嚴重的戰略状況 在歐洲的一年代 然後當然也進入地域 現在折损精銳飛官 無疑重挫無軍士氣 烏克蘭該怎麼辦 除了繼續推進在庫斯克的攻擊外 烏軍推出國產第一款 可以長程打擊的原麵包無人機 儘管詳細數據沒有對外公開 但是烏克蘭宣稱有超過24座的俄羅斯空軍基地都在原麵包的打擊範圍內 另外也首度宣布成功試射散導飛彈 沒有明講是否是長程飛彈 但是這都看得出來 烏克蘭攻進俄羅斯境內後 下一步就是要對俄羅斯進行長程打擊 烏克蘭要遊說拜登徹底解禁 但是拜登擔心會不會升級成全面戰爭 歐武戰士這一年的發展 已經多次打破美國先前設定的紅線 現在就連歐洲也幾乎全面改口 歐盟最高級外交代表波瑞爾表示 如果不能長程打擊等於軍援的武器都沒用 說出重話似乎就是想要逼美國總統拜登 在大選前對烏克蘭做出重大讓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俄羅斯境內羅斯托夫 又有另一座油槽起火燃燒 28號晚間許多民眾目睹巨大火光 現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又燒到天亮 民眾開車經過都能看見恐怖黑煙 再靠近一點畫面更驚人 大量濃煙幾乎覆蓋整片天空 飄散30公里遠這次起火的油槽是在 羅斯托夫的卡門斯基地區 衛星顯示至少三個油庫被搏擊 若按照先前油槽連燒10天以上進路 這次想滅火恐怕也不容易 除了羅斯托夫 烏克蘭日前也破紀錄打擊距離邊境有2000多公里的 俄穆斯克電油廠 借此狠狠打擊俄國的身材工具 同一時間俄羅斯梁棧地區也有電廠冒出濃煙 但這裡也不是邊境而是位在莫斯科東南方約234公里遠的地方 而在庫斯克戰場俄軍似乎還是拿烏軍沒轍 雖然一度派出小規模部隊進攻烏軍第225營位置 卻早被掌握行蹤遭到擊退 烏克蘭也宣稱在庫斯克摧毀俄羅斯的藍寶石電子戰系統 至於早落入烏軍手中的蘇甲則有居民抱怨普欽 還說感謝烏軍從普欽手中解救出他們 其他來得及撤離的居民也開心不起來 擔心自己的房屋已經被炸掉 俄羅斯不願告知民眾實情 還指控烏軍企圖攻擊庫斯克核電廠 群組來到了位置 掌握了飛機 看了位置 說在附近發現海馬斯未爆彈 29號凌晨俄羅斯也加碼對烏克蘭展開第三波 飛彈和無人機攻勢 烏克蘭首都基辅再度響起空襲警報 擊落兩枚飛彈和60架無人機 前一天俄軍飛彈也鎖定澤倫斯基家鄉攻擊 還有飯店遭鎖定炸破大洞 We continue to insist that their determination now lifting the restrictions on long range strikes for Ukraine 澤倫斯基在渡向西方喊話希望松綁長城武器的使用限制 特別是射程可達300公里遠的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先前白宮曾以避免戰爭擴大和库存數量為由 不讓烏軍拿他攻打俄古本土 但局勢專家認為這麼做根本沒道理 只會害烏軍更慢打贏戰爭 不過美國這邊確實正加緊打造彈藥當中 另周一處彈藥廠已成功將155毫米的榴彈炮產量提高50% 製造出的炮彈將運往愛荷華州裝填炸藥安裝隱性 當中許多都會送往烏克蘭戰場 助烏軍以臂之力 謝謝新聞 綜合報導